台北一间移民公司被指控贩售假护照 宣称只要花16万元 就可以取得西非国家的护照 请不少人购买 经过台北地检署落叶征讯 在今天凌晨以涉嫌未造文书等罪嫌 约令公司的负责人100万元招保 并且限制出境 董事长要帮他澄清一下 两人玩这手走出征讯室 面对媒体追问低下头避而不答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啊 全身包紧紧快速走出台北地检署 他们就是知名国际移民公司的 赖信负责人和将信业务 招人指控涉嫌卖假护照 警方专案小组调查 这间公司在2018到2020年期间 在网站上推出广告 强调就读外侨学校 必备条件就是要取得第二国护照 公司还推出就读外侨学校的第二国护照首选 就是西非的几内亚比索 根据了解美国加拿大等学校 严格规定得先取得永久居留证才能入学 而西非国家相对容易 移民公司看准遮点 标榜只需要台币约46万元 免出国就可代办外侨学校的入学护照 其中又以几内亚比索护照的价码最便宜 让不少家长纷纷砸钱用买的 只是事后才发现不少护照早已失效 台北地检署获报后 26号兵分两路展开搜索 经过一晚的询问 依加重诈欺和伪造文书等罪嫌 预令赖信负责人100万元 和他的女儿1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 而江信业务也以50万元交保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